再给你们讲三次爆弹法 三次爆弹法 讲完结束 来三次爆弹法什么 这玩法其实说白了 它就是一个快速提高转化率的玩法 快速提高转化率的一个玩法 这东西它的一个根基在哪 根基就是它的原理 是基于点赞原理和秒杀活动之上的 原理是基于这两只上 基于点赞原理和秒杀活动之上 这个玩法的话 反正给你们讲一个就体验满的 给你们讲个体验满的 给你们讲一个体验满的 算不上完整版 但绝对是干货 绝对是干货 干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你按照 我这个玩法去做 百分之百出单 百分之百出单 绝对出单 不出单 你来核费打我 我给你报销车票 就看你能不能打得动 反正身高180体重180了 对吧 身高1米8体重180 你看你能不能打得动 你要能打得动你来打我也行 我最近胖了 然后买了件买了件T恤 我给你们看我买了件什么T恤 最近胖了买了件 最近我过年说胖了 我买了件T恤 买了件这个T恤 今天还穿着呢 我给你们看我买的是那个T恤 就是什么 好 我买了个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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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听说我胖 然后我就买了个T恤 你们以后不要说我胖 关你屁事 给你们讲完法 不跟你们嫌扯淡 符合我的气质 我也觉得 他们听说感觉就说 感觉跟我在一个办公室 就感觉是办公室里面多了一只 啊哈 妈的 把我 听说我 把我当成一条狗 我就很生气 一心狗 谁都别说谁胖 没错 我一心当中 我涨了 我一心当中涨了多少斤 你们知道 我涨了二斤 我说一百六斤 涨了一百八斤 然后他们还说 我穿这件衣服 我能把 我能把这个 关你屁事 这四个字 给他撑起来 显得特别的那个啥 因为这个正好在肚子上面 你知道吧 他们说我把这个给他 给他顶眼了 感觉看起来特别三维 特别立体 我们就不去先扯了 我怎么找这件衣服的 我那天我半夜逛淘宝 我半夜逛淘宝 然后完了 我看到这个了 我就下单了 手战 手战开台湾 手战开台湾 台湾比较合适 来 我们今天晚上讲 三维帮拉法 这个玩法的话呢 它是需要做一个什么 为啥不开马来 我前面讲过了 我前面讲过了 你来迟到了 这你不能怪我 我前面都已经讲过了 来迟到了 你不能怪我 来我们接着讲 基于点赞原理和秒杀玩法之上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去做这个 我们要去做这个活动的话呢 我们要做这个玩法 其实它涉及到的知识点很多的 涉及到的知识点很多的 来它涉及到哪些呢 首先第一个它涉及到产品的优化 首先它涉及到产品的优化 然后其次呢 它涉及到点赞原理 提示它涉及到点赞原理 同时呢 它也涉及到一个秒杀活动 它也涉及到一个秒杀活动 那正常情况来说 我们去要做这个玩法的话呢 你得有三天的蓄力期 你得有三天的蓄力期 所以叫三日报单法 为什么叫三日报单法 就是因为需要三天蓄力期 所以说叫三日报单法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玩法的时候呢 首先第一点 你得做一些准备 你得做一些准备 首先第一个准备的第一件事 就是你首先啊 你得选择一款有报款潜力的产品 首先你得选择一款 有报款潜力的产品 这个的话就是 我接下来我没去给你们讲选品 但是我其实之前我讲选品讲的非常细了 当然之前就是说你们按照我的那个 你们按照我的玩法 你们按照我选品的三个要素去选择 来选择出来的产品 都是有潜力的产品 来我问一下 就听过我选品三要素的Q1 听过我讲选品三要素的Q1 我看有多少人听过 我算了我问呀 我换我换句话问 没听过我讲选品三要素的Q3 你跟我说你没听过你 外色你跟我说你没听过 你天巴的我可疼 你跟我说你没听过 我感情我上午在那跟你们白 我上午跟你白扯了 自放揍你 三要素哪三要素 首先第一点你选择的产品 这东西又得耽误时间 首先你选择的产品 你选择的产品 一定是要符合当地需求的产品 对市场需求 对第一个了解市场需求 第二个你不要判断产品 你自己做有没有竞争力 对吧 第三个就是例子 第三个就是例子 这个三点 跟你们简单就简单解释一下 这个我不花太多时间了 因为这个太耽误时间了 我要去讲选品 我说实话 你给我 你让我讲选品 我一个多小时我能跟你讲 想讲细一点 我能跟你讲一个多小时 我被阿布希克反正就下一期 被阿布希克我到时候 我肯定要把选品这一块 着重给你们讲一下的 你天闹我说我课少 我课少 下一期我给你们加点课 我感觉你们就想给我累死 选择产品一定要符合 一定要符合当地需求的产品 怎么说呢 就简单来讲 就是说咱们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你跑到灰民街 你去卖猪肉 你觉得你卖了吗 对吧 你跑灰民街 你去卖猪肉 你觉得卖了吗 对吧 所以说你卖的产品 一定要符合当地的市场需求 你换句话说 就比如说你跑到印尼 你去卖那种女士的短裙短裤 我今天听了好几次 对啊 我今天挂了嘴 但是关键就 它的确是这么回事 对不对 于情于理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对不对 你评评是不是这个理 你要说你跑到印尼 你去卖那种 卖那种超短裙超短裤 你觉得你能用 你能卖掉吗 对不对 你跑马来西亚 你去买超短裙超短裤 你能做的很大吗 肯定做不大 所以说你卖的产品 一定要是符合当地需求的产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你要判断你的产品 有没有竞争力 简单来说 怎么说呢 对吧 简单来说就是 你要知道这款产品 它到底做了有多久 如果说它都已经做了四五年了 然后卖了几万件了 你还去做有意义吗 对不对 别人权重跟大山一样 在你面前一个中文的马蜂 你就是一个小粉包 对吧 你是不是这样 可能这比喻不太恰当 是不是 是不是 这比喻不太恰当 但的确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你想看你前面有一座 中文拉马蜂 然后完了 你后面有一小粉包在那堆子 别人能透过那中文拉马蜂 看到那小粉包吗 是不是 所以说你要去判断 你做这款产品 到底有没有竞争力 没有竞争力 你做它干嘛 是不是 没有竞争力 你做它干嘛 这第二点 那第三点就是利润 利润 利润是什么 说白了就是说 你得有 你得有钱赚 你才能做 没钱赚 你做它干嘛 所以说其实就满足的三点 如果说你选择一款产品 如果都能满足的三点的 OK 满足的三点的OK 来 基本上 都是有潜力的产品 都是有潜力的产品 什么叫我该多招脸 伤心我这一期 我这一期 我这期学员我都收的差不多了 你跟我说我在招脸人 我这两天真不想招了 让我歇会儿 好累 无疑让我好好回家睡一睡 修比销售有没有受异性影响 台湾在占点以外 多少受一点 但是还行 但是还行 该出单还能出单 该出单还能出单 反正你看我自己学员 我跟你看我自己学员 做马来的 马来其实已经算受影响 比较严重的一个占点了 对吧 马来已经算属于受影响 比较严重的一个占点了 但他这个占点 反正发现该出单还能出单 对吧 一天出个十几单 还都没有问题的 一天出个十几单 还都没有问题的 影响是有 可能蓝腰砍了一半 但是呢 总体来说 他的订单量 还能勉强支撑他过 还能勉强支撑他活下去 因为你从他这个月的 一个单量来看 从他的一个力量来看的话 他死不了 饿不死 对吧 四月份他总共出了多少单 出了500多单 然后销售额在2万块钱 2万块钱的话 你算吧 2万 然后乘于一个1.63 这一切呢 2万 乘于一个1.63 等于3万 3万 然后完了 你乘个0.3 也有9000多万 也有9000多万 也还行 他也基本上属于蓝腰砍一半 他也属于蓝腰砍一半 因为年前的时候 就12月份的时候 他就 他就已经做到 已经做到3万多了 就已经做到3万多了 就已经属于蓝腰砍一半了 因为他还在不断进步 对吧 已经不断 他在不断进步 我操你才8000 你还没我这做女装的学员做的高 你还没我这做女装的学员做的高 你丢不丢人 美金呀 吓我一跳 心脏现在可以养活自己吗 心脏你肯马来啊 马来西亚吗 马来西亚第一个月可能相对来说没那么好过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我说我实话实说 马来西亚第一个月可能真没这么好过 第一个月真的没那么好过 这个可能需要点时间累积 你当我没说 对待发 待发 他做就待发 他不就马来西亚做待发呢 没关系啊 没关系 台湾你已经过 台湾还好啊 第一个月收到就两百多 哎呦来 我接下来往下讲 接下来往下讲 这个是就是选品参加素 反正你要选择有潜力的产品 然后呢 不是这玩法你们听不听了 玩法你们听不听了 马五脸了 你们就不能让我有一天准时下班的吗 对吧 明天我就放假了 你们就不能让我准时下班吗 我想准时下班就这么难吗 来 我把这一块反我还没听话 没事啊 没事跟你说过了 没事啊 好 感谢观看